在一个30米大型的游乐场中 有人把一组无比锋利的钢刀植入管道中 一群年轻漂亮的大学生聚集在这里进行滑行比赛 殊不知整个游乐园将变成一个可怕的屠宰场 到底是什么深仇大恨 残害了这帮年轻的大学生 故事从这群大学生说起 他们大学刚毕业就受到了一个神秘人的赞助 来到一个大型游乐园庆祝毕业派对 老板还特意举办了一场滑行比赛 最快达到终点的成员将会获得一万美元的丰厚奖金 对此吸引了很多帅哥美女参加 然而他们不知道昨天晚上有人在管道里做了手奖 凶手先打磨了两片无比锋利的钢刀 然后钻好安装口切开管道 两把锋利的钢刀以十字交叉的方式插入滑岛中 欢快的娱乐设备瞬间变成惊心动魄的屠宰角肉机 幸运的是比赛当天工作人员小帅发现管道一直在漏水 地上还有很多管道塑料碎片 警觉的小帅觉得管道可能有问题 他赶紧上前阻止学生 可学生们非胆不听 还问候了他的全家人 把工作人员骂走 他们来到滑梯的上无比激动地做着赛前准备 于是工作人员小帅跑到高台 想圈阻大家停止比赛 但是没人听他的 还被老板臭骂了一顿 说他妨碍老板赚钱 老板娘向下面的救生人老白询问情况 老白自豪地告诉他 有我在现场绝对安全 就这样一群人还选择比赛管道 大家都准备好了 老板和老板娘宣布比赛正式开始 随着一声枪响 三组成员同时出发 队员们兴奋地发出喜悦的尖叫声 沿着水流通过几个弯道 滑行的速度也逐渐加速 女孩们也感到了无比刺激 然而 当女孩们通过最后一个弯道时 她们的脸瞬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组锋利的刀片出现在她们的语间 巨大的惯性是前面的女孩的身体四分五裂 最后一个女孩的尸体被卡在钢刀上 很快 第一组队员已经率先到达终点 这时 上面的小帅还在阻止学生先不要下去 当大黑飞胆不停 还把小帅推进带有钢刀的管道中 在观众的欢呼声信 第二组成员也顺利到达终点 这时 老板娘在询问下面的救生人老白确认情况 老白说一切正常没有问题 就在大家焦急的等待第三组成员的时候 惊恐的发现三号管道里涌出了大量的血液 还伴随着学生的残疾断地 大长包小长全部滑下来 这时有可能吓得尖叫起来 四散而逃 只有班长阿强冲进管道想找出问题 这时救生员老白也吓得从梯子上摔下来晕倒在意 但高台上的选手还不知道下面发生了事 这时 老板娘不断联系老白确认第一轮玩家是否安全到达 但等不及老白的回复 很快 第二轮成员也滑了下去 这时 被推下去的工作人员小帅滑到了刀片前 他看到了可怕的一幕 他用尽吃奶的力气 不断按压管道以增加摩擦 不让自己滑下去 但是水流的冲击太大了 他还是被冲到刀片前 幸运的是 速度很慢 前面还卡着一具尸体当护蝶 暂时存活下来 但他还不知道上面的玩家已经开始比赛了 与此同时 一些游客已经拨打了报警电话 有些人害怕的吐出二十两胆汁 这时 老白已经从地上爬了下来 他拿起对讲机大喊停下来 但是老板娘这边什么都听不见 上面 台上的一个女孩看着身处的隧道 突然恐高正犯了 拒绝参加比赛 他不知道的是 他这个决定救了他一命 这是老板娘提议 让老板补上空缺的位置 老板欣然答应挑战 却不知道他的滑道是带刀片 然后各队员又一拥而下 就在出发前的那一刻 班长阿强抓住了老板的手 他告诉老板 关刀下面发生了事故 不要放手 但是老板还是不以为然地滑了下去 滑道里的小帅听到叫声离他越来越近 就知道打势不好 滑道里瞬间血肉横飞 大肠小肠一起滑下去 这时阿强想继续阻止 剩下的队员不要参加比赛 但此时 对我们已经玩上头了 顾不了那么多 还直接把阿强推下去 就连刚赶上劝阻的救生员 也被推了下来 阿强还是很幸运 他滑下来的那个没有刀片 但老板就没那么幸运了 这时 游乐园的水瞬间被血染成了红色 变成了人间炼狱 那么到底是谁这么疯狂的在管道里装刀片 谁也想不到 制造这些谋杀案的凶手 竟然是老板娘 原来在20年前 一名男子在滑道上意外受伤昏迷 但旁边的救生员没有及时救援 而且还在一旁泡妞 甚至旁边的观众也没有一个人帮他 他亲眼目睹了父亲溺水死亡 女孩发誓要让这个游乐场付出代价 让他们也感受一下失去亲人的痛苦 所以他长大后嫁给了游乐园的老板 成为这里的老板娘 死去的老白就是当年不负责任的救生员 他以这种极端的方式报复了社会 故事到此结束 夏天到 想在水上累人玩的朋友 一定要注意安全